民進黨在看 應該再怎麼樣 是從谷底出發 所以不論如何現在 畢竟已經就定位了 我想蔡英文他會有他的戰略 我比較想提到剛剛其實 朱立倫這次的韓朱會 應該算是成功的 順利的把他的支持度拉高 但我覺得並不只如此而已 他真的還是要想想後續 怎麼樣有他有個戰鬥的策略 他的議題如何提出 然後重點是網路聲量 如果只有這次韓朱沛 後續是不是還會有這樣的效應 網路上畢竟決定了未來 所有選舉的一切 你如果能夠談出什麼 立刻能造成很大的討論度 恐怕這才是真正的 未來要去爭霸的一個重點 才能變成一個 國民黨最好的候選人 我補充一下柯文哲的部分 其實就我所知 他一直引以為傲的是 他的年輕人的支持度 一直都是非常居高不下 另外他也認為 他在民進黨的支持度 也是居高不下 所以其實他要不要選 我想他可能觀察的是蔡英文 所以蔡英文如果越低 其實我越怕他是 堅定他要選的 對 他堅定自己選舉的信心 會更高 所以希望真的是 民進黨又能夠 再更有衝勁一點 因為畢竟最近民進黨的討論度 跟支持度並沒有那麼高 是不是因此反而就讓柯文哲取代了這一塊 我想這是真的要去努力去注意的一點 柯文哲他後續我們剛剛 像王委員也所講的 他不斷的自己在跑他自己的行程 其實我想他也趁這個時候 國民黨也還沒有候選的時候 不斷的去累積自己的一個能量 所以我想民進黨這塊也是 蔡英文總統也是需要做一些事情 像除了政策的不斷推出以外 可能不斷的到處去累積自己的能量 我想這也是目前蔡英文總統 要去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那民進黨比較怕柯文哲出來選 還是比較怕韓國瑜出來選 其實現在應該誰出來選都不怕 不去走自己的路 要很明確的說出來自己的政策方式 勇敢的民進黨 不是 都很穩定 始終不怕 都非常穩定 誰來都不怕 都一樣 反正都電鼎 民進黨有這個信心 我們也是在繼續觀察 民進黨的信心還能夠走多久 他苦中作樂 對 我覺得這個是 有點辛苦的事情 不過如果純粹 就我們這次的民調來看 我個人我覺得應該回到 政治學的專業裡面來分析一下 這個民調裡面 我們是沒有預設立場 他的整個民調的過程 是符合科學的規範 是很嚴謹的 所以他呈現出來的結果 是如此的時候 我們看到在2月27號的時候 台灣民意基金會 他是綠營的 尤雲龍主辦的 這樣的一個基金會 你也會看到蔡英文的民調 會從16.8% 那麼皺聲到24.3% 也沒有偉大的事發生 那麼民調一下子拉這麼高上來 換言之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來看民調的一個活動的區間 我們一般來講不會用一條線 我們用一個區間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蔡英文的民調 慢慢的都是在16 上上下下這樣在移動 也就是16 19 12這樣的移動 大概5個百分點這樣子移動 因此我們就會說蔡英文的 民調的區間大概在這一塊裡面 也就是以15或是16 作為一個中速線來看 就是上下移動 這個是很穩定的電候 蔡英文就是穩定的電候 所以他當選力事實上是並不高的 我們來看一下 朱立倫的民調裡面 你會發現 那麼他是從31 那麼上上下下有到25 大概也在5%左右的移動裡面 所以他的民調的曲動線 也是在25到30之間這樣的移動 這個也是一個比較穩定的 一個移動的一個狀態中 柯文哲的民調中 你會看到最高的時候 是在21號的41% 那麼如果以現在 驟降到25.7%的話 我們就覺得這樣的一個趨勢 是有點奇怪的 也就是說機構效應如果發生的話 我們取最高數 也就是他上一次的民調35.1 跟這一次的民調最低25.7 取一個上下寬間的一個 中數來看的話 我初步的估計 我大概估計 柯文哲的民調大概在30左右 應該是在39 又這個區間裡面 所以他呈現出來的一個趨勢 是什麼 往下走的趨勢了 也就是說他的待接裡面 已經不是水平式的這個驅動 而是這個趨勢 是我已經開始在往下走 一直開始往下走的時候 如果這種趨勢一直下去的話 柯文哲的民調在這個待接 如果一直上下下這樣子 一直坐下去的時候 可能會隨著時間一直走的時候 他可能慢慢的就流到了 我們所謂的25上下的波動間了 這樣的話 對柯文哲的競選 就處於一個非常不利的一個狀況 問題是在於目前來講 國民黨的支持度 不管是韓國瑜或者是朱立倫 你會發現他很難要進到 就是很難進入40%的這個卡 也就是說一般都還是在31的 這個待接裡面在活動 如果是在31跟35之間 待接活動的話 也就是說藍影的基本盤 已經穩住了 那麼鞏固的已經越來越穩了 但是問題就是中間選民 他怎麼去競爭 怎麼去掌握 所以當他面對的 如果是1比1的選舉 也就是說就像我們講 假設說柯文哲不出來選 民進黨自己出來選 民進黨跟國民黨 民進黨現在待監 大概在20不到20左右 國民黨是在30左右的時候 中間選民 那麼到底是誰的天下 我覺得這個中間選民 就決定了未來的執政 到底是繼續由民進黨執政 還是由國民黨來輪流執政 國民黨的起點 已經比民進黨多了之外 高 但是所以國民黨就必須要 對於年輕20到40這一塊 把它搶過來 換言之也就是說 20跟40這一塊 原來是柯文哲占百分之 20到29是70% 30到39 這是51%左右的這個區塊間 國民黨必須要有辦法 把柯文哲的這個區塊 把它搶過來 可是如果是三個人選舉的話 那變數就太多了 也就是說如果是國民黨 柯文哲跟民進黨選舉 那個變數就多 綠營的人很清楚知道 如果大選中 因為他不是台北市市長的選舉 他是大選 大選如果民進黨敗 民進黨是完全失調執政 他沒有任何機會 也就是不管是文武百官 這些這麼多的官員的位置 他沒有了 政策制定權他沒有了 還有這麼多的董事長的位置 全部都沒有 保守估計三千多個位置 樂觀的估計七千多個位置 這些全部失業 他會去思考 國民黨贏的話會不會分給他 不可能 但是柯文哲可以談 可以談 那麼也就是說 你還可以分給我多少 那麼我多少有多少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談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看的話 一個是完全的失業 另外一個是柯文哲也沒有那麼多人 所以他一定會要用一堆人 以他第一次的台北市市長的例子來看 他用了多少民進黨的人 用了多少綠營的人 那麼更何況有很多中間的選民 有很多人 可能就這樣跑去當官了也不一定 所以我個人認為 如果純粹從政治厲害上來考慮 民進黨如果一旦發現 他大勢已去的話 怎麼可能不跟柯文哲 那麼好好的來磋商職位的一些安排 所以我覺得七一寶一定不會發生 我倒不一定認為 來 我們大老你 表示你的看法 今天很不容易 賴教授有很多想法跟講法 我是同意的 比如說他代監趨勢往下掉 忽然間下降去了 然後就在下面的一個代監移動 這個在股市 就叫做進入空投市場 柯文哲進入空投市場 對 進入空投市場 所以這個大家就聽懂 我覺得我們今天幾個 其實大家講法不約而同 用的言語不一樣 但是共識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說朱立倫為什麼上去了 我覺得朱立倫上去 其實是一個間接被動的受惠者 他為什麼既間接又被動 是因為韓國瑜壓下來 而柯文哲掉下去了 所以這裡有一個空間 他就自動的被填補上去 這個是好還是不好 這個是好的 因為什麼 因為朱立倫還沒動 朱立倫如果再動的話 他的主動 主動的部分 還可以上去 這上面還有空間 至於講到七陰寶科 其實你只要回去想想 當年 也不是當年 就幾個月前 牙文治的現象 你曉得 那個時候我的看法 也跟大家不一樣 最後證明誰對 因為如果你說有七陰寶科 七綠寶白的現象的話 現在就已經完成了 現在柯文哲拿了差不多三成 甚至比三成還多的綠營的票 而現在是民進黨裡頭 當然蔡英文最嚴重 但是換了賴清德的話 也拉不太回去 所以你不能罵蔡英文罵得過度 是整個黨有問題 所以這些人已經不要民進黨了 這些綠營的本來的 也許是比較淺綠 已經不要了 他們寧可把希望 放在柯文哲身上 所以你換了賴清德也沒用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現在這個民調當中 已經有很多是 對 七把完成 綠的支持柯文哲 如果民進黨想通了 聽到我們這位 新北市的議員的意見 說這樣不行 他如果有一番作為 有一番新的作法 讓綠營的人感動 他們會下一個分數 是歸柯保律 不是 這個叫歸 叫歸隊 歸隊 因為他們本來是 是離開蔡佳 離開民進黨 而去投靠他的 因為這個黨讓我失望 所以我去投靠他 就回來民進黨 回歸 對 因為我寧可柯文哲 我不要國民黨 現在如果你覺得 民進黨還有一點希望的話 他回去了 這個叫歸隊 歸隊現在有沒有在 雅文哲的選舉發生 有 但是這個歸隊要歸得夠好 夠徹底 要不然還是沒希望 反而民進黨會講說 歸隊有什麼用 歸隊反而幫人舒立倫的忙 因為他這邊歸隊 我這邊把他拉開 柯文哲就掉得很兇了 但是民進黨會不會這樣想 不會 因為這就回到你最後的講說 如果民進黨輸了 我這些享受利益的人 什麼都沒有了 這個還得了 是不是去跟柯文哲談一談 我們來幫你忙 讓你選上去的話 你分我一杯羹 這個為什麼不會發生 因為有這種利益分享的受惠者 有權利跟柯文哲談的人 跟這些投票決定要歸隊 還是要棄保的人 是兩群人 大部分投票的人根本沒有好處 對不對 沒有拿到 他才不管我民進黨的那些人 是不是吃黨吃體 是不是在那裡吃好空 他沒有這個感覺的 所以民進黨一定要 高層跟基層不一樣 對 完全不一樣 因為他的利益不一樣 因為他的理想也不一樣 所以現在民進黨 我告訴我們的 郡哲 因為民進黨要做到這一點 是很難 因為第一點你法家安不容易 第二點你原來的核心價值 不容易放棄 第三點你的隊形 只能改一部分 不能全部改 第四點 人家有什麼方法 網紅厲害 所有的內閣大家都要做網紅 你已經知道 這已經沒有了 不猜你們老官長都想說他 人生命運的篇章 都已經偷看過了 都不能偷改 結果他不偷改的話 你就不要學人家 你學人家網紅 學得不像 不三不四 也只有一兩個部長 學得還勉強可以 如果學得還勉強可以的話 網紅已經不紅了 我怎麼辦 所以民進黨現在要激起直追南 但是會不會部分歸對 我認為會 為什麼 到了最後投票的時候 這些綠的支持者會說 我一四人 我一四人就是愛這個土地 我一四人就是支持民進黨 我不要在我眼前客氣的中間以前 看到民進黨煙消完善 我更辛苦 我又不斷更痛 我面前又怎麼老 我這一票也是要給他 這些會 這些會 但是這些 但是這些不多 但是這些不多 但是傷了柯文哲 傷了柯文哲 因為現在國民黨 有厲害的人起來 韓國瑜起來 朱立倫起來 所以你看本來柯文哲的藍票 又三十幾% 現在掉到多少 藍營都歸對了 藍營歸對四成 綠營都沒有歸對 因為綠營沒有人讓他感動 綠營沒有歸對 綠營會不會從現在到投票那天 都不歸對 我認為還是會歸對 但是不會像藍的這麼刺底 因為藍的有明星 綠的沒有明星 所以他 但是還是會歸對一點 這邊小歸對 這邊大歸對 柯文哲就完了 我回到剛剛玉銘講的 玉銘不同於我的看法 他說陳思瑜大敗那一天 其實他的意志 他的企圖性還是很旺盛 所以他跟網紅連結 他騎車 這個是什麼 這個叫垂死的掙扎 因為他沒報 他還不知道他要垂死 所以老婆嫁營 但是老婆嫁營就玩不出花 所以玩得不搖不搖 就好像你講的 你刻意著痕的 這個施剛講的 你刻意著痕的作作 讓人家看破手下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柯文哲做了市長 做了四年多了 最近人家請他演講 他的題目是什麼 他的題目是 從醫生到市長 我的人生觀 拜託 因為市長四年不太好講 沒做什麼 在選舉的時候就講這個禮物 從醫生到市長 我的人生觀 你的人生觀是很好聽 還是沒有 你也稍微幫我換一下對不對 這就是 我們主要討論 這就是 我們主要討論 連人生觀 我們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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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